世界杯外圍賽亞洲區C組賽事 香港隊是主場 香港大球場迎戰就是 勝利強橫的伊朗 一開始幫8-3的伊朗已經 控制了戰局 亦都是C-20 五十一場攻防戰 第一個鏡頭就見到 先是頭鎚方面來自伊朗陣中和派球員 艾斯蒙的頭鎚公盤 上一場是伊朗隊的 側鏡在右邊很強 香港隊方面和上一場 全球對減毛債有兩個變動 最特別是用了羅子晉和徐雲傑 兩個閘位球員打右 包括右和左衝翔 最重要是做好防守 這個球就傳中葉蒙輝 打出來 突然出現了第二點 雖然安生阿里法 不是控得很漂亮 但最重要是在附近有 好球之人艾斯蒙 半斜身 和球彈地 收拾了毛債葉蒙輝 這球很漂亮 看見艾斯蒙的卡士 對於香港隊來說 想著上半場打穩守 希望能夠守和上半場 之後再離定一些部署 攻勢是有的 不算是一浪之一浪 以下屬於伊朗上半場的第二次黃金機會 走掉了 加上沒有餘位 深一浪 接著來個倒掛 可惜撞眉不入 賣門就來著戰頭的安沙利法 香港隊上半場都有兩個黃金機會 這是其中一個 陳進來這個球可以第一時間給羅子晉 但他就選擇封坑他 波撞回頭 但雖然羅子晉都起了腳 但已經沒有那麼多空位 兩下起腳 都是被門將比朗昏救了 第一下 接著就洛仔再到 但這個波已經是犯規 上半場有夏志明 在前面單戰頭 都有機會 有機會 製造空位 被中場掌握上來 好了 來到下半場 形勢都是攻防戰 都是右邊好過左邊的伊朗 見到二十幾個艾斯蒙 突然間 這樣就可以 撕破了兩個 紅衫馬防守球員 推進去茶漢巴樹 接著就傳過第二波出來 給安沙利法 第一時間拿回軟傳 以下 一閃身 避過對手 騙過兩個香港隊的守衛 鷹的一攻就是茶漢巴樹 拉散了香港隊的防線 令到進攻方面 禁區裡面也有幾個選擇 接著拉開比數到2比0 之後呢 這兩方面的進攻節奏 就突然慢一點 反而香港隊換了幾個年輕球員 就希望加強進攻 當時來到下半場的尾段 也有一點的盲門 都是前鋒的球員和易鋒 包括中鋒亞歷士 中偉強和鄭兆坤 一個左翼一個右翼 看看可不可以在這時間 找到一個入球先 這下中間斷了籃 這個都是後備入體的球員 卡利美全中 來自迪查家 上近處位 都到了 看到安沙利法 但都值得讚兩個香港隊的中堅 就是阿里奧和羅蘇 飛到盡 最終可以撞到一波出角 昨日去到保持階段 伊朗都有過機會的 踩鬆了右邊 很油的送到你 看到艾斯蒙又是鍋里 第一時間按過去 今次過不了 葉蒙輝的十字關 就是這樣 伊朗在作下的情況 2比0能夠贏香港 順利能夠全取三分 比賽 我回去不看到 我享受到 這種活動之中 我認真是不動的 你們都在那裡 有些營子 這麼多的地方 真的謝謝 我們做了 我們想要確實有球員, 他們可以對著實力, 對著很好的球員, 我們也想要做出實力, 因為我們想要做實力的中心, 我們只有一點, 我們想要多點, 但這就是我們,我們知道我們有的標準,我們知道我們有的標準,我們做了最多的,我們增加,確實 我們會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投資給我們的球員,我們不可以待到我們的October 在這兩次的一場比賽, 外國的一場比賽, 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但是我們從這兩次的一場比賽, 我們會比賽更好,希望我們能夠做得更好